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庭派出蜀元帅和众天兵天将兼去降伏年兽 一阵厮杀 蜀元帅终于制服了年兽 灾祸过去 人间又重归平静 百姓庆祝着和平盛世的到来 欢闹地迎接每一年新春 一 爷爷的权杖怎么不听我的话了 我劝你别费力气了阿喜 只有飞升上仙 才能继承鼠元帅的权杖 那我怎么样才能飞升上仙啊 想要成为上仙 你就必须下凡抓年兽 这就是年兽咯 回击天地灵气形成的上古神兽 缘分升至在深山碧林中 每当年味变淡 便窜出来长仙闹事 作乱人间 他行踪神秘 难以琢磨 害怕烟荒爆竹 你可利用其热点将他捉回天庭 现在凡间年味这么大 年兽肯定特别凶猛 你这是要我去送死啊 我可不去 别害怕 玲珑袋里面有狠妖神和贴神的令牌 这两样法器能帮助你收服年兽 那你不早说 我先走了 你别跑 急什么呀 还没说完呢 我先走了 你回予了 太多了 不小乔 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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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云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 不许放鞭炮 你们怎么就是不听呢 今天再警告你们最后一次 不许放鞭炮 好了 回家洗脸去吧 年关将至 切记看好村里人 不要人放鞭花炮烛 遵命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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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哎 这是什么地方啊 人间不应该是蜡月吗 哎哟 哎 哎哟 这里怎么还是夏天啊 哎呀 哎 哎哟ioio好冲 完了完了 要是没有抓到年车 还让太伤了人 有种非诚上线了 我怕是 要被打中到天牢了 好 好 来 来 来 给 不用 你看 这个 这个大 一会儿对着她的石头 扔过去 吓她们一跳 好 接着 好 好 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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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好 悔悔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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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不要怕 快跑 快跑 快快跑 快跑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一个法术都用不出来了 谁让你着急下函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修为上前 每天只能用一次法术 刚刚在树林里已经用过了 现在当然用不出来了 一个破卷 你怎么说说一半 等我回天庭再好好收拾你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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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 村长 快走快走吧 哪儿哪儿哪儿 妖怪 休想缴了我村的安宁 快上啊 船子 快走 快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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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都怪我 我不应该出来的 爹没事 快收拾东西 咱们赶紧回家 别看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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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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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喂 你快醒醒 喂 卷转卷轴 他醒不过来了 我该怎么办啊 你听听他的心跳 我听不到了 他不会死过去了吧 那呼吸呢 你醒了 我走了 你别走 女流氓 我不是女流氓 你不是女流氓 那你亲我干嘛 你神经病嘛 你说 你还亲我去 脑子被年兽给踢傻了吧 年兽 年兽是什么 就是勾走你尸头的妖怪啊 对啊 我的尸头 我得给你拿回来 你不要命了 他吃人哪 尸头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尸头很重要 我必须把它拿回来 那好吧 那你跟着我吧 我知道他在哪儿 谁 谁要跟着你啊 女流氓 我不是女流氓 我有名字的 我叫阿戏 你好啊 女流氓阿戏 我九楼川 你跟着我干嘛 我没有 我也往这边走 你有本事别跟着我呀 谁跟着你了 你怎么还跟着我 没跟着你呀 这 你怎么不问了 神经病 员 很危险啊 一会啊 你得拼我的 我们 回来 快点回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变成小女孩了 小五 鞭炮有什么好玩的 出现在看武师啊 走钢丝 抢火球 狮子跳舞 你们没见过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叫小五是吧 快要收 又让年兽给跑了 法力也给用完了 快点让我回去吧 没抓到年兽 别想回天庭 自己看着吧 都怪你 害我没有抓到年兽 我还要怪你呢 你冲他扔什么破绳子 害得我都没有拿到石头 你就是故意的 他对我那么凶 却不凶你 你说 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伙的 那谁让你去刺激他的 那活该凶你 我只是在村口见过他 他叫小五 没想到年兽 还是个小丫头呢 你抓他干嘛 你管我干嘛 你是不是没有地方戏了 我才没有呢 反正是你害我 没有抓到年兽的 你得对我负责 我懒得管你 我要回家 你不要跟着我 谁跟着你了 你别跟着我了 我没跟着你 你别走 你不要跟着我了 慢点走 你不是不跟着我吗 我没跟着你啊 你这什么破衣服呀 冲到我身上痒痒了 有的穿就不错了 你这件破衣服 可是花了我春天 所有的压岁钱哪 那谁教你 把我衣服给弄脏的 那谁让你跟着我了呀 你们家这么破 我才不想跟着你呢 你可以走啊 你不要跟着我了 我才不走呢 爹 爹 爹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你不是去找尸头了吗 尸头呢 弄丢了 尸头丢了就丢了 你回来就好 可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平平安安地过个年 那个姑娘是谁啊 哎 路上捡的了 怎么说话呢 人怎么能是捡的呢 我 我是隔壁村的 妖怪毁了村子 我没地方可去了 如果没地方去的话 就在我们家先住下吧 谢谢罗叔 我跟爹娘学了一点 治病救人的法子 兴趣可以治好你的伤 不过 你们要把眼睛闭上才不然用 是 我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 还懂医术 谢谢你啊 我早都跟你说过了 可千万不要小瞧我 你 你要干吗 你是不是妖怪 刚才那道精光是怎么回事 你别以为我没看到 我不是妖怪 不是妖怪 那你怎么证明啊 你看 我是个仙女 那我也是个仙女了 哎呀我真的是个仙女 我还是伍师大仙呢 我还是伍师大仙呢 你看 这是我的尾巴 我们属线都有纤尾的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我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我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你长得这么漂亮 当然是仙女了 多亏你救了我爹 不然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以后本仙女就是你的恩人了 以后啊 我招着你 谁让你招着了 我可以跟你说啊 你是神仙这个事情 可千万不要告诉盼水 不然全村的人都会过来围观咱们俩 一个扫把星 一个鼠仙 够他们年到一年呢 他谁啊 韩戏 跟家人走散了 在咱这儿多住几天 这儿多住几天 我告诉师傅 爹都见过他了 他把爹的病都给治好了呢 那个 你好 你没事吧 她是兄啊 没事 谁啊 给你介绍一下 她叫阿戏 这个是我的 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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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初次见面 有事远迎 对 我 我叫顾盼山 这 阿戏姑娘从哪儿来的 我是隔壁村的 村子被妖怪毁了 我没地方可去了 所以就被罗川带来你们这儿了 那 阿戏你放心 我指定带着我这俩师弟给你找到你爹娘 谢谢 谢谢 那 坐 坐 还妖怪呢 我看你才像妖怪呢 瞎说啥呢 看我玩去 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们家是做武师行当的 这些都是武师的道具 你没见过武师吧 没有 我给你捂捂看 好啊 我势头啊 好棒啊 怎么样啊 不错吧 厉害厉害厉害 没事 肚子有点饿了 等着 家里没啥好吃的 这 我在集市上买的 你尝尝 你不是买给我的吗 这人家是客人 盼山 铁树开花了你 瞎说啥呢你 好吃 盼水 好吃啊 好吃多吃点 咱们得抓紧排练了 贴者身体刚好 他不能武师了 今年出席 就咱们三个去演了 不盼 石头都弄丢了 怎么排练啊 手驴拉硬石 成什么能力 你行 你怎么不去追石头啊 你都去追了 我追什么呀 石头拿回来了吗 那倒没有 弄丢石头招来妖怪 怪不得说你是扫不醒 我不是扫爬星啊 你就是扫不醒 我不是 你不是谁是 我不是 好吃啊 我不是 尝我尝不尝 盼水叫了 首席 顶先生 为了 现在 我一直都是按照您的吩咐 没收了全村的烟花爆竹 禁止全村高声喧哗 连五十队都听从我的号令 不再大操大办 按道理说 咱们胡家庄应该是平安的呀 可 可怎么就出了妖怪了呢 我真是妄存内连连 回忆满心间了 我 祖先 祖先 您怎么不说话呀 等你啰嗦完 我闭嘴 我闭嘴 听您的指示 这 这是什么呀 我家庄气象异常 寒暑颠倒的不幸之招 皆是今日出现了年兽所谓 年兽专门在除夕前后作恶人间 若想保护村子制服年兽 就要遵从老夫的旨意 练就镇妖术 镇妖术 嗯 欲练镇妖术 将手掌放置于此 与老夫通灵 方可助你一臂之力 你怎么来了 村长 楼川昨日向家中带回一姑娘 我看不下班底人 主要那姑娘整条尾巴 说话不清不楚的 肯定有问题 长尾巴的姑娘 这乱世之下 怎么还有姑娘敢到处乱跑啊 不会是妖怪吧 对对对 我看他救下妖怪 我大师兄那会儿都快被他勾走了 盯紧他俩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向我报告 好 去啊 阿溪姑娘 我们家就是些粗茶淡饭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惯 谢谢罗叔叔 阿溪 尝尝这个 我做的可好吃了 你怎么不跟我讲 人家是客人嘛 来 尝尝 吃这个 你跟川子怎么认识的呀 这个也不错 哪那么多废坏 吃你的吧 问你了吗 你是他什么人 管那么宽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就是我们去捉年寿的时候啊 年寿把他给踢晕了 然后他一下子就躺到我怀里了 然后 不不不不 踢晕了 他躺你怀里了 不是 我们那个我们就是 你不用解释 罗川长这么大 都没带姑娘回来过 他为什么带你回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说 你是不是想挤进我们武士队 我们罗家武士 穿男不穿女 你别想了啊 不是 我不想 就是啊 你就是 我不想跟你们武士 行了 实在 都别吵了 你们两个和川子一样 这两天都别去镇子上 免得胡厂里来找麻烦 等找到阿喜爹娘以后 就赶快回来过年 为什么他不能去镇子上 他呀 一去镇子上 全村人都跟着倒霉 你别弄他胡说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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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儿胡说了 师娘给你的势头 让你改得不伦不类不说 现在还弄丢了 全家跟着你倒霉 扫不醒 你等着 我这就去把石头给拿回来 穿子 你瞎说啥呢你 马步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石头重要 石头是我娘留给我的 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你娘要是还在的话 也绝不会让你去冒险 你根本就不懂他 你根本就不懂他 你也不懂我 只有娘支持我新的武师部 你什么都怕 什么都不让我做 你就是个胆小鬼 好漂亮啊 你要是喜欢这儿 我以后每天都带你过来 你 你别生气了 你爹只是想让你平安 哪像我 其实 根本都没有人关心我呢 你店娘呢 早都没了 自从我爷爷去世之后 就更没有人护着我了 他们都瞧不起我这个小属仙 处处排挤我 所以我只有抓到小五 才能飞升上仙 向他们证明我自己 当神仙也这么难啊 当然啦 先不说继承权杖的事 总之 我一定要赶快抓到小五 绝不能让他在人间继续作乱了 那你怎么抓他 我看在树林里 他对你好像没有恶意 既然你要拿回师头 我要抓小五 不如我们一起去啊 他好像是挺喜欢看我们武师的 我们回家收拾武师的行头 兴许还能救命呢 不过可说好了 万一他要是发弄了 咱们就赶紧跑 千万不能逗留 好 刘川 我们走 但是有天理人 肯定是他 扭熟 你你不认了 你不认了 人民币 不认了 是你不认了 他肯定是他 那是想他 你怎么还要 他肯定是他 他肯定是他 他肯定的 剪刀石头布 好 剪刀石头布 我赢了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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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镇腰术果然厉害 连腰都能镇住 拿它来控制人 那就是易如反掌了 叫你们平时不听我的话 现在还不是乖乖地任我操控 去 告诉所有的人 跟我一起捉年寿者赏 违背我命令者 跟年寿一起收拾 村长 我呀 村长 罗川跟那女妖怪出门了 他俩说不定找年寿去了 年寿 在那儿 在那儿 等会儿小五要是发怒了 你可千万别硬来 来交给我就好了 你看着我干嘛 你这么担心我 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谁看上你了呀 骚把戏 你在这儿待着别动 我去会会的 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你帮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你不要去找我 那儿 我去找你了 你不去找我 你帮我找我 好 来啊 来啊 小五 他叫阿谢 他不是坏人 小五 我是阿谢 你跟我回天庭好不好 那里才是你的家 你看你在这里到处流浪 多危险啊 阿谢会带你回到天庭 过好日子的 那里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小五 真的飞起来了 好看吗 那个是我家吗 对啊 那里就是胡家村 小心点 厉害吧 厉害吧 我会飞啦 我早就会飞啦 好笨啊你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看 前面就是我们的家 那边还有瀑布 好看吗 哇 人家好美啊 罗川 认识你可真开心 不要碰我 我要去告诉大家 小五可以和我们做朋友 他万一又受精怎么办 不是还有你吗 师傅 师傅 找到川了吗 都找遍了 还是没找到 他能去哪儿啊 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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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到村口集合吧 村长 让咱们去抓年兽呢 抓年兽 那师傅 今晚表演咱还去吗 你们带上东西 跟我去找川子 好 潘水呢 不 村长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把妖怪交出来 不不不 他不是妖怪 他不会害人的 散不歪道邪门 歪门邪道 与妖武为 与妖孽为武 国家小子 今天就是你和这妖孽的死期 小心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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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是个 今天连你一块收拾 你快带他走 我来对付他 我不走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 你快走 等我法力好尽 我就拦不住村长了 你想让更多的人受伤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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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二 二 爹 爹 我的天 川儿 你可算回来了 那 阿溪呢 阿溪 阿溪她回家了 这孩子是谁 怎么受伤了 她叫小五 韩山 快去拿点水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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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喝点水 阿溪 阿溪 大家快点收拾东西 你没事吧 我们没事 胡昌理呢 胡昌理不知道练了什么妖术 走魂入魔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盘水 快点 盘水 盘水呢 刚刚还在家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对 去找找吧 我的功力成不了多久了 等他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 我们快点收拾东西吧 快 快 收拾东西 快 走 走 快 找他去 走 找他去 走 找他去 师傅 你们都来这儿干什么 师傅 你们快离他远点 他是个妖女 能跟年兽一伙的 阿溪 他怎么可能是妖怪 那村长跟我说的 师傅 您可别被他骗了啊 盘水 你说什么胡话 大家赶紧走 村长累了妖术 他发疯了 他很快就会回到村子 他会伤害大家的 是罗川发疯了吧 跟妖怪来往 这丫头看得端着 竟然是个妖怪 妖怪 我不是妖女 我 我是 师傅 川子没跟我们说实话 这个阿溪根本不是人 他就是一妖怪 我都看到他尾巴了 你说你不是妖怪 那你是谁啊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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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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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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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勇哥 快点啊 这边 来 这边 行 看见没有 这个 快点 快点哪 来来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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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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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五 她 S wer 妖怪 可 你当时 见死了 小五 你在这儿呢 没有人能伤害你的 那是烟灰 你别害怕 你怎么还要护着那个护车 就是你一来的年兽 你还赖村长 救他 大家听我说 小五星没害怕才会变成这样的 他不会 他可以跟大家成为朋友的 不是 你们问我爹啊 这 这 小五没有恶意的 他胆子很小 我们不要再吓他了 你这是在优严厚重 咱们村的寒暑颠倒 是不祥之咒 那都是因为你 把年兽将出来 滚中护车装 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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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愿苍生聚保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没去了 封城这个样 还咬文嚼字啊 可有人 就是要跟我 跟整个村庄作对 师头 把那个畜生交给我 否则的话 爹 你说句话呀 小他不会害人的 他就是个小孩 把他交出来 爹 他就是个畜生 你要为了他 害我们被赶入村子吗 爹 你怎么这么残忍啊 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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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你怎么了 我 你不认识我了吗 穿子 阿溪 阿溪 你 你醒醒啊 阿溪 有你做法了 有你做法了 快看 有你做法了 做法了 快放了他 他只是一个小姑娘 你们别伤害他 年寿祸害村庄 本村长 今夜就要拿他祭天 以保本村来年太平 阿溪姑娘 你真的是妖怪吗 我不是妖怪 我是天庭的属仙 本来是来捉年寿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好姑娘 是我们错怪你了 好姑娘 是我们错怪你了 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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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胡叔 过了 又是 那是 都没关注 去后院收拾东西 既然石头已经找到了 这儿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你不是一直想离开这儿 咱们今晚就走 爹 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 走吧 离开这儿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娘要是还在的话 也不想看你受委屈 爹这辈子没本事 就会捂狮子 只希望你能有出息 平平安安地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我不在了 你们过得会更好一点 你说啥呢川儿 娘不在了 我每天都在惹爹生气 还害得你跟盼处一起倒霉 我是不是特别令人讨厌 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师父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我们更没有讨厌过你 川儿 你还记得那天你离家出走了吗 我去师父房间打扫卫生 看见他给你做小石头呢 小五他就是个妖怪 我怎么就信任他了呢 我本以为我是可以理解他的 張这么大 第一次这么讨厌过年 过一年 就长一岁 这些事情就能过去吗 还是成年之后每一次过年 都会像今年这么晚 还是像父亲说的那样 长大之后 就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这我不知道 可是看他们大人也没啥好的 还不是被村长忽来贺去的 气得眼睛都发紫 话都不敢说 眼睛发紫了 对啊 说是帮村长修什么祠堂 身上还贴着符 累得眼睛紫红紫红的 就跟中了什么鞋似的 像极了今天的小五 中了什么鞋 我知道了 大师兄 你知道什么了 走 大师兄 我 知道小五为什么要发狂了 为什么呀 大师兄说 村里人眼睛都变得紫红紫红的 对啊 我在想会不会是村长练了什么妖术 控制了大家 也控制了小五 那我问问天庭 他们兴许知道 对啊 卷轴卷轴 你快出来啊 叫我干什么 你抓住年兽了吗 还没呢 年兽被人给掳走了 你还想不想变成上仙了 哎呀你快点帮我查查 有没有什么妖术 可以控制人心和年兽的 对 帮你做事真是要累死我 这 这不就是胡畅林练的功吗 想不到这种危险的镇妖术 竟然还在凡间流传 镇妖术 对 很多年前 有个半人半样的疯子 研究出了这镇妖术 本来有诛妖怪的 结果自己走火入魔 变成了使灵妖 它无身无影 只是一团紫烟 却汇集了贪欲 痛苦怨念 及人间恶意于一体 四处游倒 后来附折到了年兽身上 年兽才失智发狂 作乱人间 可是据记载 当年蜀元帅收服年兽时 已经一并连它击溃了 它怎么又出现了呢 看来是零妖真正的目的 是附在小五身上 那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打败它 书上说 必须要把零妖 赶出它衣服的躯体 换醒练妖术的人 至于清醒后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你们看着办了吗 我喝酒去了 有事也别喊我啊 你 慢着 大仙 你卷肘怎么喝酒啊 打个笔方不行啊 你把话说清楚啊 我干嘛总是说一半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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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唤醒村长 机会是零妖 这期就结束了 嗯 我们必须赶在 零妖下手之前 救出小五 嗯 那我陪你一起去 我也跟你一起去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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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是谁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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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我们了吗 怎么了 虎肠里的法术太厉害了 我也打不开 小五 潘水 村长 您认识这个吗 没事吧 你们快走 我来对付他 那你小心 小心点 来呀村长 小五 来呀 走 村长 这儿呢 小五 小五 你看这是什么 小五 这怎么可能 小五 小五 你快看啊 阿溪 给我石头 好 潘水 继续 好 小五 你不记得了吗 这是你最喜欢的武士啊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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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不怕 都过去了 不怕 小五 我发现大家好像都清醒过来了 大家不要害怕 小五是年寿 可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他能看到动物武士 也可以跟大家做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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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发狂的 是附在村长身上的 士林妖 这 士林妖 这 什么 阿溪 令牌是不是说 士林妖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 让村长清醒过来 嗯 我倒是发现村长 好像挺害怕鞭炮的 对了 他神经衰弱 害怕噪音 我们就用鞭炮 炸醒他 好主意 快快 走走走 走快走 快走 快快 来来来来 大家跟着盼山盼水走 跟上来来来来 一会儿把街边 屋顶 房檐 都放上烟花礼炮 我把村长引过来 大家就立即点火 好 这边 来 走 走 走啊 走啊 走 我们分头的 这边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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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啊 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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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精心筹划两百年的大力 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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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的祖先 闭嘴 你这个蠢狗 老夫本以为是为孝篇 却转世了你 我有点用呢 没想到还是废了 到头来 还得老夫自己上 船子 小五 船子 这不去天高地厚了臭小子 事到如今 所有人都嫌弃你 你居然还护着年少 不管别人怎么看小五 怎么看我 我决定的事情 就一定会去做 只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做什么 那就是我自己 但凡被我控制的人 连灵魂都是我的 没有一个人能做自己 就滚到地狱里做自己吧 凡是我的 得罪 无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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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的那些伎俩 我早就看惯了 就此吧 世界是世界 我是我 只要我大步向前 就会理想成为的自己越来越近 不死到临头的还自讨苦吃 如果能做自己 我甘愿自讨苦吃 快快快 快过来 咱人都来 咱人都过来了 快快快 扔他 扔他 快 快 我们赢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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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好样 我们赢了 我赢了 你真棒 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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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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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极度秋凉 我胡长礼 爱村心切 竟然被这妖孽所骗 侮辱歧途 才酿此大祸呀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快 村长 村长 扔村长回去 慢点 快 您慢点 扔村长回去吧 我回啊 慢点啊 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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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走 那个 大家都早回去休息吧 走吧 走吧 今天大家辛苦了 这个宝石的材质 我好像在哪儿见了 这是我娘当年 给我做势头的时候 从礁要捡的 我想起来了 两百年前的时候 我爷爷下凡捉年寿 全杖上被打掉了一块 这个石头 就是权杖上的宝石 原来爷爷一直在冥冥之中 保护着你 是你娘做的石头救了大家 你娘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一直在你身边保护着你呢 川子 别再弄丢石头了 好好捂尸 从今后 爹不会错过你任何一场表演 好 爹 臭小子 对了 明天大年初一 跟我们一起去看庙会吧 对啊 一起去吧 可热闹了 对 是啊 小五留在这儿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 我 我得赶快带她回去了 阿溪姑娘 人间这一趟 你跟我们受了不少苦 回到田庭以后 好好养伤吧 嗯 川儿 人家阿溪姑娘要走了 我 我不许你走 你走了之后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说什么傻话呢 我是那么没有良心的人吗 我答应你 以后每年春节 我都带小五回来看你 好不好 嗯 那你下次回来 你不许亲别人啊 那我可不能保证 你个扫把星 小五 回田庭后 要听阿溪的话 记住了吗 你快别 tren acá 阿就是 我 那咱只要 facing 你不要拍拖 我arf 你来啊 我们回家之后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危险啊 天底下有我不知道的事吗 我连阿戏不是人 都能看得出来 就你不小才一爹 行了 以后稍给我惹麻烦啊 个懒得替你擦屁股 谁让你给我擦屁股了 我擦你 谁让你给我擦屁股了 臭小子们 马步 好 你什么都怪你 你怎么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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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爹 娘 快过来啊 下雪了 下雪了 怎么了 下雪了 你看 下雪了 真的下雪了 我去拿上脸 过年了 过年喽 过年了 过年了 瞧把你俩高兴了 下雪了 过年了 来 我帮你了 好 过年喽 几 Pode有 我要万能够 kehendation 好 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 认真诗 弘扬罗家正统武师技艺 谢谢师父 来 拿着衣服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年寿 除夕之前降临人间 害怕烟花暴敌 兽精时变成凶兽模样 平时则为五岁小儿 年寿喜好看武师 必要时可以武师安抚 而非镇妖术 镇妖术乃邪灵之术 必然护存心切 被他所骗 采酿下大祸 唯有正义勇敢 才能胜你家 村长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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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一起去看武师表演吧 对 跟我们一起去看武师表演吧 一人无脸见人 羞愧难当 还是在家自我反省吧 不去让别人生气了 村长 村长 这大过年的 你们在这里干嘛呀 走吧 一起去吧 村长 走吧 好 好 好 去吧 去吧 走吧 村长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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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跟村长走啊 太好了 在哪儿啊 走喽 走喽 带我吧 你 来尝一看吧 国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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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 国大爷 村子 国娘好 国娘好 您是要去表演吧 国娘好 我去表演了 一会儿你们过去看 我没问题 我先走了 好 我们一定去 是吧 是啊 来来来来 来来 看看 来来来 看看 过年好啊 这边 这边看看 国娘好 国娘好啊 国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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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婶儿 你怎么不去舞狮子呀 我真有趣啊 你去哪儿啊 我回去做饭呀 去看表演吧 我一会儿一定要来啊 我一会儿一定要来啊 买个桶花啊 国娘好 国娘好 来 给我 给我 还给我 一会儿去看我表演啊 给我 给我 好不好 好的 给 川儿 看看啊 我练得怎么样 练得不错呀 可以啊 来 看看我呢 好 我 我 你 慢点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国娘好 国娘好 一会儿过来看表演啊 一会儿过去啊 国娘好 国娘好 大妈 国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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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 谢谢 风筝很漂亮 真行喽 国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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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家也留一个 一会儿我来去啊 好嘞 爹 大师兄啊 你们干活 川子 准备准备 马上我们就表演了啊 好好好 我先过去啊 你干活 不是 你 你帮爹干活啊你 走了 姑娘好 师兄 姑娘好 姑娘好 师兄我没有教你啊 什么人来看来 师兄 好好好 你也是在讲给我们听的嘛 对啊 现在啊你们安心地去看表演 过一会儿我给我们讲 好不好 好 好 拿着这个 去吧 去吧 走啦 走啦 去吧 川儿 王老板 姑娘好 姑娘好 你什么时候在咱们酒楼 再无一场狮子呀 来来来 过两年就过来办 行行行 你先坐 你忙 吃好喝好啊 这都大年初一了 他们可能把我都给忘了吧 罗春 罗春 小五 小五 你们终于来了 小五 看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赶快戴上 这下就不用怕鞭炮了 走 走 走 村长也来了 thou 帮周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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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中文字幕——YK